4月29日,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厂用长征5号B火箭成功发射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全面转入空间站的载轨建造。 中国空间站有哪些看点?未来,普通人是否有机会前往空间站? 中国航天黑夜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空间站总体研究室主任王维,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命令面专访,为大家进行权威解读。 王主任您好 您好 60年前,预航员嘉嘉林成功进入太空,开启了人类载人航天的序幕。 那今年不仅是人类首次载人航天60周年,同时还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5周年。 您认为中国在这一特殊的年份建设中国空间站有何特殊意义? 年轻的中国空间站又有哪些看点呢? 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的话是从1992年开始启动的。 比起整个人类的载人航天60年来说,我们起步不算早。 但是从发展的来看,我们这个追赶的步伐是又稳健,也是快捷的。 从载人航天启动研制以来,我们就规划了三步走的这么一个发展计划。 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研制载人飞船,实现人员的能进入太空,能安全返回。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研制一个空间的实验室和载人飞船进行交汇对接。 然后有短期的有航天员在空间实验室上进行一定规模的空间的科学实验、技术实验。 实现这个一个月左右的一个载载的生活和工作。 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要建设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自己的空间站。 那么空间站的话主要的目标就要实现我们中国人在太空的连续的长期的驻流。 我想的话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对整个我们国家,然后或者对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在太空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家园。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载人航天发展60周年,这个特殊的这个年份里面启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太空家园的建设, 我想意义是非常的这个重大的。 我也很荣幸能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 那么我们的空间站的话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 主要有三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空间站整个外形上构型上是比较简洁的,规模适度的一个简洁的一个构型。 第二个方面就是空间站因为是年轻,所以它年轻的话能够更好地用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术, 特别是现在虚本发展的一些信息啊,网络通信方面的一些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那些新技术。 第三个方面就是空间站给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很大,就它目前的这个规模是适度的,构型是简洁的, 但是在它的基础上可以不断地去进行这个仓段的扩展,以及相关的这个后续的扩展建设。 天河核心仓是中国发射的首个空间站仓段,那它的核心作用到底底线在哪里呢? 今明两年,中国将通过11次任务完成空间站基本构型的载构建造,那后续的14任务又将如何安排? 核心仓的话,从几个层面吧,体现到核心的作用。 首先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外部的构型上,形状上,大家可以看到空间站是由核心仓, 然后实验仓一,实验仓二,就是问天实验仓和这个孟天实验仓,还有载人飞船,货运飞船也要对接。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航天器仓段的对接,都是对接于核心仓。 所以它是起到一个空间站的一个集成的作用,它把各个飞行器给连通起来,它是一个枢纽。 那么从这个功能上来说,它是一个起到一个整个空间站的控制的核心的作用。 比如说整个空间站的姿态,轨道的控制。 当然它不是说每一个像这个进行控制的时候,不是说每一个设备都要用核心仓上的设备去工作。 但是大佬是在它这儿的,由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计算机来控制其他几个舱段的设备联合起来工作。 那么这也体现了一个这个核心的作用,包括人生存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主控的节点也是在核心仓上。 这两年的空间站整个建造的话会有11次任务,那马上我们核心仓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任务。 那么后面的10次任务的话是这么安排的。 首先是有两个就是实验舱,问天实验舱和孟天实验舱要发射,然后和核心仓进行交汇对接, 然后通过构型的这个转位形成一个T字的三个舱的这个构型。 而另外的话还要发射四艘货运飞船和四艘载人飞船,那么货运飞船的话就是为人员的载轨的生活以及工作提供这个物资。 那么载人飞船的话,那就是把人员航天员运到空间站进行生活和工作。 那老百姓也非常好奇说,咱们这个空间站建成之后到底长啥样,而且这个高大上的空间站又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会有哪些关系呢? 空间站是目前是规划了三个舱段,就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孟天实验舱。 那么它载轨的构型的话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一个T字,三个舱组成一个T字的一个构型。 那么在这个T字构型的两侧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翻版,就像两边两个风车一样转动。 然后空间站的话,它是具备了很强的载轨的应用的和科学实验的支持能力。 我想对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因为空间站是定位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太空实验室,它上面的话肯定要为我国的科技的发展,要开展大量的实验。 首先可能几方面的实验吧,第一方面就是研究人自身在太空的生活。 因为以前咱们这个国家的载载航天的话,航天员载轨停留的时间最长也就一个月左右。 然后空间站建好以后,航天员要长期的更长时间的载轨驻流。 那么可以开展这个空间环境对人的这个身体啊健康啊方面的影响。 这个也可能为以后的普通人进入太空,开展前期的这个研究工作。 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些科学方面的研究。 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科学方面的,包括天文的、物理的、生物的。 这些技术的话,可能为我们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解决,推动整个科技的进步来发挥作用。 那么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的话,肯定也会最终反映到咱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一些技术里面,推动咱们整个社会的这个一些技术的进步。 第三方面可能就是更实用的了,就是一些一些一些技术的这个发展,一些新技术在太空的这个应用。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航天上的一些技术,可能都可以在空间站上先试一试,改进改进,然后再在其他的航天器上去应用。 这样的话,以这些技术的话,相应的航天机,比如摇杆啊,通信啊,如果用到这些技术的话,也是直接服务于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一些这个,特别是生物方面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制药的,有一些技术,这个国际空间站上的话,也有大量这方面的实验。 那么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就直接产生一些面向这个老百姓的产品了。 未来中国的空间站将运行在高度约400公里的近距轨道,你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空间站只飞这么高? 要将这样一个排行大物送入太空,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火箭,以发射普通卫星的火箭,又有哪些不同呢? 这个400公里确实是一个选择以后的不高不低的一个轨道。 那么太低的话,这个大家可能能想象,那近到大气层,你空间站肯定就会掉下来。 这样这个国际上的100,基本上是把100公里作为这个界限,就是肯定要高于100公里,你才是除了大气层,才进入太空。 所以就是说空间站的轨道高度肯定是要高于100公里的。 那么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也不是。 高的话也有几方面的这个问题。 就是越高的话,你地面同样的一个重量的东西,运到越高的轨道,肯定比你运到低的轨道的代价是要高的。 所以说越高的话,对火箭,运载火箭,对整个飞船的这个能力,以及整个这一套航天系统的这个成本方面是不利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低反而有好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不能太低,因为太低的话,这个轨道的,其实轨道空间不是说一无所有的,它也有一些稀薄的大气。 就是地球的轨道这个超过100公里以后,它其实还是有大气的。 如果你在这个过低的轨道停的时就过长的话,由于这个大气的衰减作用,轨道就会慢慢降低。 这样你维持这个轨道所需的推进剂,就是就会越多,就俗称咱们加油吧。 这样的话就整个运营成本也会造成这个不利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轨道如果再高的话,空间的辐射环境也会更恶劣。 长期的话,如果轨道过高,对航天员的生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综合来看,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400公里的轨道。 这个其实和国外的,像和国际空间站,基本上大家都是选择了这么一个轨道范围来建设这个近地的空间站。 所以400公里也算是一个最优解。 对,是一个最优解。 因为空间站特点就是大,舱段的质量是22争左右的这么一个舱段, 所以也要求这个火箭的运载能力要强。 所以我们采用的长五臂火箭也是我们现在滴滴轨道运载能力最强的我国的新一代的火箭。 然后从国际上来看,也是处于主流的大型的运载火箭。 那么长征五号采用的是一级半的这么一个构型。 对,它中间是一个一级的新级,然后有四个助推器。 整个因为这种构型的话,它没有这个一二级的这个分离,所以它整个从可靠性上来说也是更加高。 这样的话也是符合我们载人航天要求的这个高可靠性的这么一个特点。 它相应的这个推进剂的话,采用的是液浅液氧,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无毒的推进剂。 也是和整个载人的这个需求吧,也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那其实1998年的时候,国际空间站就发展了第一个模块。 那现在的话,中国空间站事实上的建造要比国际空间站大概要晚20多年。 以国际空间站相比的话,咱们中国的空间站有哪些特点和护发优势呢? 特点的话,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从规模这个角度来说, 为什么我们国家选取这么一个规模适度的一个空间站? 其实也是充分这个借鉴的国外的发展的一些特点。 确实空间站呢,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在地理轨道上的一个有人的一个平台。 它的这个整个维护的话,其实也还是对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支持的力度的来说, 还是要求还是很高的。 所以说我们像国际空间站十几个国家来维护, 而且主要由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来开展。 其实这个太复杂以后,这里面还是运营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吧。 所以我们选择这么一个现在的这个规模, 现在这个构型的话, 也是充分站在这个前面两个空间站的这个这个一个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上去提出了我们的现在的目前的这么一个规模和构型。 这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晚, 所以一些新的技术,特别是信息电子方面的技术, 应该说和前面两个空间站新技术应该是换了代了。 像空间站应该说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的规模可能比前面两个空间站会要更大一点, 更多的功能的话, 可能就不是通过硬件来实现了, 通过软件, 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手段去开展。 基本上就是有这么一个后发的优势吧。 那我们有注意到说空间站它的建造完成之后, 中国还会单独发射巡天望远镜。 那以普通的一个关系望远镜相比的话, 这个布局在太空中的巡天望远镜会发挥哪些作用呢? 首先的话, 巡天望远镜我想从这个模式上来说, 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创新。 这种一个飞行器和空间站长期的共轨飞行, 然后短期停靠到空间站上来进行维修维护, 一些推进机的补加和加油, 这种模式的话来说首先就非常的创新。 这样的话, 我们空间站就类似于形成了一个母岗, 太空的一个母岗, 其他的飞行器能够停靠上面来接受服务。 那么这种模式的话首先是非常创新的。 之前的和平号和国际空间站目前都还没有这么样一个模式。 那么至于说具体的到巡天望远镜, 它的本身来说, 首先它是一个架在太空上的天眼。 它是整个的分辨率和哈勃望远镜相当, 但是它整个巡天观测的范围比哈勃望远镜要广泛。 所以这个有利于我们对整个空间的进行一个普遍的一个巡天的一个观察吧, 可能会发现一些在天体物理方面会有一些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成果。 然后这个巡天望远镜因为刚才说的它可以停靠在空间站上进行维修维护, 那么也为它以后的功能的探测功能的升级, 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个手段。 就是说它可以可能会以后会载轨不断的替换新的这个探测设备, 这样的话使这个眼睛的视力可以更加的逐步的去提升, 这样帮助我们把宇宙深处的一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这个这个科学上的一些信息能够更好地捕捉到。 执行咱们空间站载轨建造任务的四个人寒天程组是已经选定了, 那经历两年的话会有12名寒天员先后进入咱们太空, 我想了解一下这四个寒天员程组将会如何轮换, 那这些寒天员在太空中会执行哪些任务, 会开展哪些有趣的研究呢? 之前的国国的载人航天的话, 航天员载轨停留的最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 那么这个四个乘组的载轨的停留的时间也会, 也不是说一下就实现一个很长的时间, 但也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最终的话基本上会达到就是正常的这个这个这个安排的话是大概半年左右的一个停留时间, 就上一座航天员在上面待半年, 然后下一座航天员上来, 然后有一个轮换, 有一个交接班的过程, 这么就形成这个轮换, 实现这个连续的有人的在空间站上的这么一个驻流, 那么航天员的话在天上的话, 一是这个会辅助开展相关的科学的这个实验, 包括自身的一些航天, 人在太空的这个生活的一些一些相关的实验的这个研究, 另外一方面的话, 航天员也会进行这个出舱的活动, 去出舱进行一些相关的操作, 辅助进行空间站的这个相关的建设的工作。 您刚才有提到说, 中国的航天员之前在轨的飞行时间最长可能是33天, 那在空间站建造的期间的话, 咱们的航天员助流的时间可能到三到六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那咱们是如何去保障航天员的安全跟生活问题, 另外的话, 未来普通人是否有机会去往空间站呢? 为了保障航天员长期的载轨的生活的话, 我们有技术上有几方面的这个支持,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航天员的这个舱内的这个适宜于航天员生活的这个环境, 之前的我们的载轨飞船空间实验室的话, 可能用的都是这种消耗性的这个方式, 比如说我带多少氧气上去, 然后就等按一个月的量带, 然后消耗完了, 我就回来, 那么空间站的话会用到的是一个就是再生的这么一个生命保障知识的技术, 这么通过这么一个可再生的这么一个生命保障环境的话, 就支持航天员更长时间的这个停留,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航天员的因为他肯定要消耗大量的物资在天上长时间的停留的话, 那么我们的货运飞船会要定期的发射货运飞船去提供物资, 上行物资, 然后把一些垃圾废弃物要及时的带下来, 还有一方面就是空间站内也是为航天员长期的生活要提供一个宜居的环境, 我们会用到一些这个像这个天上的一些物品的物资的管理啊, 整个的人的这个生活休息的相关的支持环境啊, 我们也会尽量用到一些现在的一些电子技术, 能够方便便捷大家生活的一些一些技术, 来支持航天员的长期的载轨的生活, 我想咱们空间站建成以后也是为我们普通人进入太空, 提供了一个这个打开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吧, 确实以前要在空间生活没有这么一个长期的驻流平台是不从谈起的,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长期支持这个人员驻流的这么一个平台的话, 那么以后普通的这个人员, 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各种方式吧, 特别是如果以后这种天地的太空旅游的这个这个手段, 慢慢的包括一些商业航天的发展啊, 能够建立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大家可能都有机会到空间站上去去去去住一住, 然后这个看一看太空的风景吧, 那现在的话事实上中国的第三批航天员是已经选拔完成, 并且投入训练了, 那与杨立伟王亚平第一第二批航天员相比, 咱们在选拔第三批航天员上面有哪些新的标准呢? 第三批航天员的话应该说这个选拔的面向的范围比前面两批航天员更加的这个广泛了, 也是为了以后空间站长期载轨运行的这个需要, 因为以前的这个任务的话还是比较特定的这个实验的任务, 就是为了验证这个载载航天的技术, 然后开展一些适度规模的一些科学实验, 但是后面空间站运营的话, 可能这个目标的话就慢慢从这个技术试验转向这个应用的角度来考虑, 所以这个航天员的话除了专业的航天驾驶员, 还有这个飞行工程师, 那么飞行工程师的话就是空间站的一些维护, 比如说维修维护由他来负责, 那么还会面向这个应用, 会这个选拔一些就是载荷专家, 那么他就是他们载荷专家的话, 专门就是为做这个科学实验, 做这个一些技术的研发的相关的人员, 那么他的话可能选拔的标准就不光是这个航天员的, 这个上天的一些标准, 可能还要他对他专业领域, 对他在太空从事的这个专业的活动, 会要有一些这个要求,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标准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差异, 未来空间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后, 您认为中国往太空中寄送快递是否会更加频繁, 中国在空间站进行的科技创新研究又将如何汇集管大民众的生活呢? 确实这个太空快递嘛, 那么天舟货运飞船, 就是快递小哥, 肯定会要工作会更得辛苦了, 每年都会要往空间站上这个不断的运货, 一方面是维持空间站的本身的运行, 还有航天员的这个生活,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运输任务, 就是各种各样的科学的实验载荷, 要都运到空间站上去做实验,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天地的物流吧, 会更加的频繁, 然后这也是会建立一个常态化的, 这个天地的这个物流的运输的这么一个循环吧, 然后空间站上这些实验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服务咱们的老百姓的生活, 服务国家的这个建设, 那么相关的这些技术成果的话, 我想一方面是会增进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宇宙空间, 特别是在近地轨道这个空间环境内, 包括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 包括一些生物的, 甚至一些这个太空可能还要培养蔬菜, 或者一些动物, 或者说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一些一些技术的话, 像太空育种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育王种以后, 然后到地面来生长, 然后找出它里面比较好的一些一些一些, 然后再培养, 这样就直接能用, 就这些技术最终通过这个技术的转换, 会转换为我们实际的这个, 大家能看得到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吧。 好的, 非常感谢王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交代面里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